杨坤丢脸丢大发了 江苏严城演唱会现场才来了50人 安保人员都比歌迷得多 还不如马路边上开直播唱歌围的人多呢 于是主办方紧急降价 火速处理门票 无论如何先得把人气拉起来再说 所以门票跌至五元一张 不分前排中排后排 谁先到谁先做 可最后还是无人问津 结果固然重要 但过程却更加珍贵 即使失败了又何妨呢 下一次会更好 收拾好心情 加油